今天榴莲大使要带你们来参观一个新的榴莲地标 它就是这个Rimba 它就是在高速公路的旁边 非常漂亮的地方 而且是我朋友Dikin开的 所以每次出现一定有这个榴莲的啦 这个就是他们的招牌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参观一下 看他们这边有什么好吃的 哇哦你看我们准备了什么 哇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吃过的 这个叫做等婆娅 它就是用榴莲肉然后去搅成泥 然后发酵成为好像一个咖喱的一个菜肴 先拿一口的这个饭 哦看到吗 有没有像榴莲的颜色 啊 哇好吃 它像以前我阿嬷煮的 阿桑不来的样子 如果你不喜欢吃榴莲的话 这道菜你可以吃啊 没问题的 马来汤就来 又再开 你看 好 这个是40年的甘邦老苏 哦 你看 这样大一块 哦 要关键已经 关键了 关键了 哇 哇 他真的整个嘴巴马就要带马了 你看他这种老树的这种纤维啊 比较多一点 当你把它含在嘴里的时候啊 那个吃起来的口感又不同啊 所以你在吃榴莲的时候 不要大口大口的吃 你吃了一口 然后你把它含在嘴里 慢慢去品尝它 真的 食物跟榴莲真的都还不错 那么有机会路过这边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 马来西亚 不累不累